这次月全时是2019年以来首次 而且极为罕见 因为它同时结合了三种月亮现象 首先是超级月亮 此时的月亮最接近地球 看上去它比离地球最远的时候大14% 亮度也增加30% 同时又是月全时 此时的月亮完全笼罩在地球的阴影中 第三它还是血月 月时期间太阳经过地球大气层折射 散射到月球表面时使其变成红色 血月红色的深浅取决于大气层中云霍尘埃的多少 本次血月呈现出的是淡淡的橙红色 由于在民间五月的满月被称为花月 因此热情地关心爱好者们将此次月时称为超级花血月 新唐人雅达电视整理报道